欢迎收看百革时事的即时新闻 这真的是一场迟来的正义 上诉庭今天终于推翻 验尸亭和高庭把赵明福死因 列为悬案的判决 上诉庭的法官哈米苏丹认为 赵明福罪楼身亡是由身份不明的人士 非法所致 而雪州反贪污委员会官员 难辞其咎 他只是总检察长和全国总警长 就此事展开调查 并对犯罪者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 2009年7月15号下午5点 时任雪州行政议员 欧阳汉华政治秘书的赵明福 被雪州反贪会的官员带走问话 隔天下午却被人发现 赵明福成师在反贪会总部大厦5楼的露台 这一消息震惊全国 更多新闻请继续留守百革时事